一半一杯 哇今天真的是辛苦了 因為非常非常的冷 還看到很多showgirl穿的很少 你們真的很厲害 打衝心底很配 這次是敬業 真的辛苦了辛苦了 我說因為以前我也是黑社會 不過我是姊姊 你是社會的這個黑社會嗎 有在混的那種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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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青社 OKOK 你說真的是 你也是很多人包括我啦 開始你一路成長到現在 從妹妹變成阿姨了 沒有啦姐姐啦 謝謝小姐姐 對啊 你是怎麼樣讓自己越來越美啊 做到的 我覺得因為我本身其實是 蠻易胖的體質 很瘦很多 我很容易呼胖呼瘦的 對 我前一陣子其實已經好幾年 我之前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就已經是瘦了 但是我去年骨折的時候呢 又變胖了大概五六公斤 因為沒有辦法 最近有瘦回來一點 但我覺得大家維持身材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了解 了解自己的身體 跟皮膚也一樣 對 因為你不是說每一個人的方法都 一定大家都適用 對 都適用 因為大家會有自己的體質不一樣 那要找出適合自己的方法 可能要多方的去嘗試 還有去多參考一些專業老師的建議 因為現在其實減肥 或者是維持體態的方法有很多 然後這方面的知識 其實大家也很不缺乏 對 但是主要我覺得就是你要去嘗試 然後那種太過激烈的 我覺得就先不要 因為可能會對身體有些傷害 因為我知道這一次 想要女神的冠軍 可以獲得兩百萬元 對 那現在呢 還在報名當中 對 對 我怕有一些年輕的小朋友們 就是為了想要 就覺得女神好像一定要很瘦 或者是 沒有 對 現在真的沒有 你看渡邊姿美是很性感 對不對 對啊 而且就是 比如說大家可能會認知說 可能要眼睛大臂之高 然後下巴巾這樣是美的沒錯 可是如果大家都長得一樣 好像也沒有什麼 就很無聊 其實我覺得是在這個時代 大家蠻幸運的 就是我們可以越來越接受 各種不同多元的樣貌 有各種美感 所以其實我覺得參賽的女孩們 就是了解自己 然後找出自己的優點 把它展現出來 這樣子就很棒 是 那像 雨菲你現在在演藝圈 就是發展的這麼好 然後 還好還好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心裡有點擔心說 哇 這個長江後浪推前浪 這麼多的 你看這些妹 這麼優 而且你看 我們都沒有辦法穿這麼少 我們都還要穿這麼少 對 而且你看 你經濟的同時 攝影大哥全部都往右邊看 我說 那你會不會擔心說 啊 這樣我會不會被幹掉 雖然我已經是女神了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擔心 其實因為我一直沒有把自己 當成女神 所以 我覺得還好 而且因為呢 那 該怎麼講啊 我覺得 每個人他散發出來的一種自信 那個是最美的 可是自信的一個要點 不是說你要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 我超美 對 不是 我覺得重點是去懂得欣賞 不同的美 就你不會因為產生嫉妒 或者是覺得自己比別人不好 就是我欣賞你的美 可是我也知道自己美在哪裡 對 對 你這樣這樣子我覺得自然而然 你人只要一塊的 其實呢 就很難不美 我說真的 我覺得你講很真心的話 對吧 我覺得Albin努力很久 你也很辛苦的這樣過來 所以你懂 所以我覺得你 蘸發出真的很美的閃耀的光芒 那你覺得 你心中認為女神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 除了大家很在意體態以外 但是因為我覺得現在體態已經不是唯一標準了 但有一個東西是不變的 就是真善美 什麼美擺在真跟善後面 就我覺得你做人一定要真誠跟善良 你看你美到那個 那個蟲 要在 OK 那邊 被叮了是不是 沒事 對 然後講到一半 就是我覺得 你的心態是最重要的 因為 相由心聲 這句話真的不是隨便亂講 對 你就算外表維持得再好 可是你的心不漂亮的話 其實 你的眼神 你的整個狀態會看起來不好 所以呢 維持一顆 童真的心 善良的心 對 然後其他呢 就是 去聽你自己身體面 身體 告訴你的身 譬如說 身體真的很累了 你要讓它休息 不要過度的去使用 過度去操練它 要愛惜自己 對 愛惜自己不是說 我高興就好 是你整個照顧自己的狀態舒服 對 那這個 其實我們這個想要女神學吧 沒有年齡限制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棒 因為我剛才問他們 他們說 20歲以上都可以參加 那我可以報名耶 你可以我也可以啊 還是我們等一下叫你報名 因為獎金200萬 對 選美比賽幾乎沒有聽過 人家第一名200萬獎金耶 而且因為我不曉得是不是 他們前面還沒有開始宣傳 對 現在報名的人數其實還 還蠻不多的 就大家還可以踴躍來報名 因為我們報名節 只要12月10號 對 就歡迎各位姊姊妹妹們 如果你覺得你周圍有很漂亮 很棒的朋友 女生 你覺得她是你心中的女神 也可以推薦她來報名 想要女神的選擇 對 這樣我跟Albi都想報名 我真的真心想耶 真的 而且如果主持人我說 楊凱涵你為什麼要報名 為了200萬 對啊 天啊 好實際 好再次真的是200萬 好謝謝Albi 謝謝 待會我們的儀式還要再麻煩你上來 好 那我們先回去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要